这是加速明朝灭亡的一场战争 也是名将李如松的成名之战 明朝万历年间 文官集团的权势日益膨胀 而武将的声望和地位却日渐时微 在这种大背景下 宁夏之乱的爆发 不仅是对中央集权的挑战 也是对以文义武政策的一次激烈反抗 公元1592年2月18日 一个寒冷的清晨 宁夏城内外突然响起了战鼓和号角 破败 这位曾经的蒙古猛将 如今却成了叛乱的首领 他就和其子承恩 义子破云及土文秀等人 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宁夏城瞬间变成了战场 破败 一个桀骜不驯的武将 原本在王重古的庇护下 享受着战场上的荣耀和权力的宠爱 然而 随着王重古的离去 新任巡抚党新的到来 一切都变了 党新对破败的敌意 对宁夏军阵的刻薄 以及对军饷的刻扣 使得宁夏城内的士兵们心中充满了怨恨 党新的举措 无疑是在已经紧绷的弦上 再加了一把力 他不仅对破败父子 进行了种种限制和打压 更是对整个宁夏军阵的士兵们 进行了无情的剥削 宁夏的冬天寒冷刺骨 而士兵们却因为军饷被刻扣 连过冬的衣物都难以得到保障 这种不满和愤怒 最终在破败父子与刘东阳的山洞下 演变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叛乱 叛乱的火焰一旦点燃 就迅速蔓延开来 宁夏城内的士兵们 在破败父子和刘东阳的带领下 冲入城中四处烧杀 巡抚衙门的官员们 多数死于叛军的屠刀之下 党新本人也未能倖免 宁夏城这个曾经的军事要塞 如今却成了叛乱的中心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 明朝朝廷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兵部尚书卫学 曾被派往前线 负责镇压叛乱 然而卫学增的部队人数不足 且战斗力有限 面对宁夏城兼顾的城防 和叛军的顽强抵抗 明军的攻势显得十分艰难 五月明军终于推进到了宁夏城下 形成了合围之势 但是宁夏城的城防 经过多年的修缮 异常兼顾 明军的攻坚能力 在这座城池面前显得捉惊见肘 卫学增尝试了多种攻城方法 但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甚至有人提议水淹宁夏城 但卫学增考虑到城内 无辜百姓的安危 拒绝了这一提议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叛军的物资供应开始出现问题 突围逃跑的念头 在他们心中萌生 但破败的几次突围尝试 都被明军击退 宁夏城内的局势 变得越来越绝望 八月 当明军在宁夏城下陷入僵局 李如松提出了再次使用水攻的策略 他深知 虽然前一次的水攻未能成功 但叛军的物资和士气已经大不如前 此时再次发动水攻 必将事半功倍 在他的坚持和指挥下 明军挖掘了新的水道 将黄河之水引入宁夏城下 使得城墙在水势的冲击下逐渐松动 到了十月 城市的北墙终于被冲垮 南墙在明军的集中攻击下告破之际 李如松率领部队率先冲入城中 直倒黄龙 他亲自指挥士兵包围了破败的府邸 用火攻迫使叛军无路可逃 叛军首领破败绝望地选择自意 而破承恩等人也被明军轻火 为这场叛乱画上了句号 宁夏之乱结束后 李如松并未停歇 他和麻贵被急匆匆地调往朝鲜 抵抗日本封城秀吉率领的清朝军队 继续为大明的边疆安全而战 他们在宁夏之义中积累的经验和战法 又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如松这位在宁夏之乱中 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 为明朝的边疆安全立下了汉马功劳 成为后人敬仰的典范 而这场叛乱给明朝带来的影响 却远远超乎想象 首先文官与武将的对立在这场叛乱中暴露无遗 这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这种内耗的状态 使得明朝的国势日渐衰微 其次宁夏之乱暴露了明朝边防的薄弱 长期的军饷克扣和装备不足 使得边防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这种状况为后来的后京崛起 埋下了隐患 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最后宁夏之乱消耗了明朝大量的财力 人力和物力 这场叛乱虽然最终被平息 但是对宁夏地区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 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家园被毁 生活陷入困境 这场叛乱 无疑加速了明朝走向深渊的步伐